全新北市最有錢的大地主竟然是天上聖母媽祖 新北市政府之前公告一批代為標授地籍清理土地 其中登記在媽祖名下的土地價值就高達了2.2億元 原來這些土地都是早年信眾捐給神明的還願禮 香客手拿清香 口中念念有詞 虔誠祈禱 沒有雨裡頭不只香火旺盛 還藏有大地主 早期信眾還願呢 多半會選擇捐贈土地給神明 在新北市這波標授當中呢 114筆有超過一半以上呢 都是登記給神明 其中最大的地主啊 就是我後面的天上聖母 真的不誇張 光是登記為天上聖母的土地 就有14筆 價值高達2.2億 其次是保身大地 也有15筆 分布在永和和淡水 價值約是1.6億 而第三名就是玉皇三太子 土地價值也超過5000萬 年代久遠之後呢 變成這些宮廟的產權呢 不是那麼完整 宮廟的法人呢 見次也就建置完成了 所以在取得土地的上面呢 可能他們用藉由所謂的拍賣的方式呢 更方便整合這些複雜而多元的地主 不過這些土地大多屬於農木用地保護區和山坡地保育區 脫標率不算高 要說哪塊地最值錢 永和中山路一段巷弄中 有一筆保身大地的土地屬於住宅區 現況當道路使用 96坪大小 底價落在6500萬 換算下來單坪超過67萬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融機銀行的概念 就土地呢 我持有的土地雖然是道路用地 我不能蓋房子 比如說它本來是蓋1000坪 那取得這個土地 道路地的融機呢 它可以蓋出有300坪的這個融機的這個 所謂銀行的這個額度可以使用的話 那這棟大樓可以多蓋出300坪 整合周圍老公寓 土地價值瞬間翻倍漲 難怪建商都蠢蠢欲動 想跟眾生民商量 搶先卡位 東三層電新聞 紅沛與許經歐 台北採訪報導